市議員李雅惠指責左營海富路路面軍列補丁等情形 指數不平整道路影響用路人行使品質與安全 因此市議員李雅惠為請立法委員趙天玲 一起協助向國防部爭取經費 這其實是乘客的問題 長久以來因為這個地方目前都還是屬於國防部在列管 所以說所有的經費來源都是需要靠中央來做補助 可是因為國防部他們對於這邊的這個維護馬路相關的維護費用 並沒有編列預算 所以說長久以來一直是沒有辦法改善的問題 那今年我們有特別為請趙天玲委員一起協助 跟國防部那邊爭取不管怎麼樣 就是說在這邊主要的幹道上 一定要做一個道路的改善工程這樣子 市議員李雅惠表示 去年在海公路海富路辦理工程會堪 在會堪之後順利爭取到經費 那去年我們有辦過會堪 那會堪之後也是很順利的爭取到 將近400萬的費用 現在接下來最快就是4月份 養工處那邊會做一個全面的改善 工程經費近400萬 預計4月將進行改善 市院李雅惠進一步表示 明德新村 建業新村是眷村熱門景點 臨近有運動公園等 因此道路改善工程完工後 將提升用路品質與市榮景觀 記者李正道 高雄報導 我們以後會不會有好說 架輪表示 那乾爹 舞台新村 群衛生 充裕 向石 我們 為了